最近市场发生两件事情 大家都在紧盯着央行的态度 第一个当然是台币了 台币一会儿是全亚洲最强 一会儿又变成全亚洲最弱 上冲下洗到底怎么一回事 第二件事情是 央行竟然发了专闻 跟大家提醒预告说 NFT恐怕现在 瀕临死亡的命运了 而且很多数的NFT 现在恐怕一文不值 这很多人手中有的 现在就慌了 那怎么办呢 记长我们请您上台来 两件事情先讲台币 上冲下洗怎么了 好那我觉得 基本上就是外资的动向 跟央行到底 有没有要调节一下台币 因为其实有两件事 台币一直弱的时候 那大家怕什么 怕说会不会通膜压力 对然后通膜压力升高 那台币一直强的时候 热钱来了会损 所以当然是两面刃 那央行也是说过 就是台币没办法 既贬值又升值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调节看 怎么样对于台湾是比较好的 央行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央行没有底线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要维持的是稳定 不是维持某个价格 这央行强调很多次 所以我也可以说 我认为它不会有底线 这种底线是什么 底线是通膨 它能够控制好 那目前以表现来说 算是还可以啦 好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就讲说 台币接下来可能维持偏强或偏弱 那我跟大家先讲答案 我觉得分胜负的时间 要嘛就明天 要嘛就下周一 为什么 因为明天要公布美国的CPI 如果CPI非常强 例如说这个美国CPI预期是3.2 就丢出来给你个3.5 我们就弱 对 那选后就要看这个国际市场 用钱投票啦 那我们并不知道明确的方向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选举 对于接下来经济是好的 那基本上股市就算有修正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信心 所以资金总是会回来的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美元对台币的日K 那我们一直有跟大家说 我觉得现在这一波台币走升 或者你看美元走扁的走势 很像是去年 就是2022年底到2023年初 那波的走势一样分两段 第一段 从32.335到31这一段 那从31到30.438这一段 那这边也是一样 从32.49到31.2 大概就是1块2 1块3 那一样从31.2到30.64这一段 大概是0.6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 一样1块2 1块3 0.6左右 那目前到了这一段 那你会发现 这当时到30.438之后 是不是美元反弹那一段 那你也可以看到 这一波台币扁弱 台币走弱 美元也反弹那一段 流出一撤 对 所以这边有可能震荡震荡 那震荡完 你看它也是震荡完 分胜部往下 所以这边震荡完 如果大家觉得几个概念 第一个 美国可能还是会降息 那了不起 从3月以后到4月 那如果还会降息 接下来可能美元 还是稍微偏弱一点点 然后如果选举 结果大家觉得满意 外资信心回容 那股市重新启动 往上攻 那当然就有机会破位往下走 那我觉得啦 你马上看到什么29.629.5 我觉得几乎不大 我们先往30整数去看看 因为毕竟什么 如果你看欧美的需求 不是特别强 那台币升值有点过头 那可能真的对于汇损 或者对于出口业影响比较大 所以往30这个整数 先破30.6之后 往30整数去挑战看看 然后呢 有两件事是非常重要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外资钱有没有继续进来 我们统计啊 因为上个礼拜 我公布的最近资料 12月 我们先从11月开始 外资在去年11月 净费入大概是 112.57亿美元 12月净费入大概是 86.77亿 这边加起来 就接近200亿了 那不过全年也不会 就累计费入 差不多不到300 所以11跟12月 就把7、8、9的月 的这个资金净费出 全部回来了 然后还有多 所以呢自然什么 11、12月就出现 很强的台币升值幅度 那目前看起来 好像外资有一些 调节的感觉嘛 那这也不意外 因为毕竟涨那么多了 你不获利了结要干嘛 对不对 所以获利了结的部分 那如果接下来股市续好 外资有信心 那去往下 那配合什么 外资重新 例如说在1月下旬 那这个资金净费入 如果你在2月份的时候 发现1月份它进入 又给你净费入个50亿 70亿之类的 就有可能再回到这样子 对没错 那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重点就是 这一边刚好 就是在春节的时候 春节前后到最强 去年的春节 对那去年春节 当然要 这个选举完了 要做什么 红包行情啊 那红包行情 你做完之后 要不要获利了结 也有可能嘛 所以如果接下来 这有一波红包行情 股市上来 做完红包行情 做完一点钱之后 可能例如说 因为这一次的过年 是2月初嘛 对 有可能到2月中 到放完价回来 可能到2月中 2月底 那慢慢的 有些获利了结 那获利了结 也会不会让资金快速外移 就不一定 但是至少有什么 可能有一些反弹的机会 所以这会是 如果我们重演 这样的机会的话 那有可能是走这样的走势 那之所以 那到这会了结 完会不会变股市 比较明眼的修正 那每月变强 就到未来 一两个月后 我们再来看 但是目前这样的走势 基率比较大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 如果接下来 美国如果甚至像是CPI很高 然后什么 因为1月底要准备公布什么 第四季的GDP 又给你美国GDP大 经济大 对 那可能降息要延到下半年 美元强 那美元强就会有比较强的表现 所以这两件事 第一个是热钱 第二个是美国经济表现 那到底会不会持续进来 但是我觉得 只要台湾这边经济稳定 经济股市好 那我们就不用太担心 热钱外移的问题 了解 好就是台币 另外一个NFT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好 央行忽然的讲一个NFT 然后又下了一个 是不是瀕临死亡 大家想有很多的政治联想 但是我觉得 我要先跟大家讲 这不是央行说NFT 瀕临死亡 来整些事情来龙去目是什么 OK好 那这个专闻 其实央行 如果央行其实有个连结 央行有个这个货币 跟金融相关的专区的一些教学 里面有一些文章 那这个就讲说 告诉大家 NFT热潮是已经退掉了 那有可能会消失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去买NFT 风险当然是比较高 那NFT是什么呢 就是非同质化代币 也就是每一个NFT 它可以是一个图 它也可以是一段音乐 也可以是文章 什么都可以 那它是一个独有的 它有一个独有印记 就像是每个钞票一样 上面会有一个 它自己的号码 那这个不会重复 那所以它很容易 很适合用来做艺术品 可以大量的复制 但是它又是独一无二的 好那所以这NFT 其实前两年曾经很红过 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 全球的NFT市值超过400亿美元 不是台币 几乎等于全球的艺术品的市场 所以确实当初炒作是非常大的 但是自从加密货币开始下跌之后 NFT也没办法独自撑住 因为他们两个是非常有联动关系 因为你想NFT很多的 你以为是一张图 但是它其实它可以用美元计价 它可以用什么 用以太币计价 它可以用币计价 那这个牵涉到的是 在投资这个NFT的时候 他们本身会想要用哪个商品来计价 代表说它要卖给哪个领域的人 它如果用美元来计价 很简单 就卖给所有一般投资人 你用美元都可以买 我前几年也用过 用信用卡就直接买NFT可以买 那是如果你用什么 例如说以太币用加密货币 它就卖给这一行的人 那例如说之前蛮有名的 这样那个open city 这样这些交易的地方 它主要都是用这个以太 用什么来去做计价的 那可是当它这个加密货 表现在跌就表示什么 它主要的客群都在抛售啦 那自然的他们的交易量 NFT交易量跟价格 也同步的一起往下 那就是价量其跌 那知名的NFT 不管是什么熊啊 什么狗啊 什么猫的很多这些艺人啊 或者是什么发的NFT呢 几乎都损失 如果当初卖100块 现在可能有值10块钱 就算是表现不错的哦 所以这是事实啊 这是事实啊 那这个底下的统计表呢 我们等下跟大家讲是什么 那是告诉大家 排名前8850名的 有的这个知名的NFT收藏品 目前只有不到1% 有超过6000美额的价值 所以英国的金融时报 在去年的3月就已经说 NFT几乎已死 所以NFT几乎已死 你其实不是这样说 他只告诉你 平时的告诉你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这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NFT几乎已死 然后呢亚航为主去做了一个NFT 然后就卖给民众 那买了之后又死了 那民众一定会骂人嘛 所以政府的概念都是不做不错 做了错到时候被骂其实不太好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边很简单 他就呢 因为其实NFT随便都可以发 我也可以发 那事实上它有很多的用途 最简单大家觉得是 比如说买了当收藏品 但是其实你看如果是演唱会 演唱会门票 那其实它就可以做成NFT 那你刷NFT 只要它有做好足够的防卫 足够的钱包机制 你就可以发NFT的门票 可以进场 它本身就有很多的机制可以用 那这边呢 就是前八千八百五十有名的NFT 那呢它去算 里面呢大概有20% 就是1614个 基本上等于零价值 没有价值了 不管你当初买多少钱 现在都一文不及 对它当初可能卖一千美元 可能卖一千美元 卖两千美元 卖五千美元 都有可能 它现在基本上就是没有价值了 然后呢 其实66个呢 低于零点零一 那基本上啦 只要一块钱以下 你当它是死了也无所谓 是这样子 那事实上真的有 真的现在还有价值 超过六千美元的呢 只有1%左右 六千美元是18万耶 对对对 但是其实就像是一些 有名的熊啊 什么等等的 他们当初最贵的时候 可能是价值30万美元 价值100万美元 但现在只可能 只价值1万或2万 而且最贵的耶 也只不过这样 是没错 所以他们的价值 确实是大幅的下跌 所以才会说NFT是不是已死 那其实我们刚才讲 这种加密货币 跟相关的商品 NFT其实也是 他们都有所谓的 暴涨暴跌的风险 就是其实讲一个简单的概念 既然这个商品 它可以在一分钟之内 涨个5%涨个10% 那它没有可能在一个小时内 就跌个20%涨个20% 有可能啊 那所以如果你又放大杠杆做 破产只不过就两三分钟内的事情 对 所以风险它很大 所以在去年的三月份 瑞士这边大学的财务教授 他就针对 他去做回大学最喜欢做 学界最喜欢做研究嘛 那回推 针对了过去几年 2021年1月到2022年9月 最常交易的1000个NFT 那有超过1500万笔样本 非常大哦 然后总金额超过181美元进行研究 结论告诉你 那就是什么 NFT市场基本上存在明显的泡沫 那这个东西呢 在去年研究 去年公布 基本上没用 因为已经死了 对 如果它一开始就公布 但是其实我觉得 在做交易的人 本身就知道它是个泡沫 这只是这个泡沫要吹多久 就是什么 它股价是假设 假设NFT的价格 当作股价 那你很明显知道这个股价不符合它赚的钱 可是问题它就是在涨 那你要不要赚 你要赚就做 对好 那市场的特点是什么 很多NFT往往在几天内 或几小时内迅速飙涨 那这个很正常嘛 那价格可能翻倍 可是马上跌下来 那很简单嘛 就是什么 有一个话题 有个事件 然后这个 你就视为是低流动性的股票 而且没有涨跌形上线 所以有的话题 有的资金 自然就很容易飙涨 那飙涨嘛 我跟大家讲 就是经验上就是 这个东西标转完 你就是要到货 那等到完 等它修正完 你觉得它还行 再去买它就好了 很少有商品是 你几天内标完 不休息再标 不休息再标 其实不多 其实不多 那所以呢 它就抓 大概一千件这些商品的事件内 百分之五十二 在二十四小时内 又崩回来了 就冲回去 二十小时内就崩回来了 所以你买了 然后睡醒 它就崩掉了 对没错 所以这不能长一头支 那你要长一头支 有方法 但是不是单之压 它比较像是 例如说像是用 被动型基金的概念 就是一篮子 那你去抓 特别强的几个 那你试着去一篮投资 或许可以 但如果你是买 单个单个的 你就是抓标股 有冲上来就要卖掉了 所以几乎会抵消 所有累积的报酬率 那研究结果告诉大家 把这NFT价值的膨胀 主要是投机因素推动 那这个其实也很正常 因为新的东西嘛 大家搞不懂 搞不懂就有资讯差 有资讯差就有赚钱的空间 那谁先知道 就是先买先知道 后之后觉得是被倒货 这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不是基本面因素 那当然因为NFT 没有什么基本面 那当然有 像是台湾 台湾曾经发生过 NFT有很多种 我刚刚说用门票的那种 也有所谓的负能型 负能型就是你想象它是一个凭证 那你可以用那个凭证去停车 那就有停车场有出过 出过例如说你出过某个NFT 你有那个等级 例如说什么黄金啊 白银啊铜啊钻石啊 那你如果是钻石级的 那你可以24小时 在我所有停车场里面停车 这利益很棒啊 对对那可是呢 没多久那天然瘦掉了 OK 那怎么办 那你就算有那个负能型NFT 事实上你也没有价值 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就是它基本面不是一个特点 但是不管要吵什么 总要有个话题嘛 是 对那所以炒作上去 那现在没有用途 那觉得它已经崩盘了 自然很多NFT就没有价值 了解了 谢谢气站请回座 原来来龙去莫数如此 所以不是央行讲的 早在2023年3月就已经研究出来 整个NFT的市场有明显泡沫的倾向 然后去年3月英国就已经告诉你了 所以央行在这一次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大家放在心上了 今天亚洲好戏我们要交给玉衡 因为美国银行最新发布了一个 2024年对于全球投资市场的十大惊奇 这里头特别提到了去年涨最多的七巨头 今年很可能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那台股呢 美股呢 休息一下 玉衡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